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谈古论精化中医 今天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是 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癌症 说起癌症呢 几乎人人是痰癌色变 被宣告罹患癌症 就好像被宣告死刑一样 那么中医在对抗 癌症方面有哪些特色呢 又有什么专长 今天我们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了 行政院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委员 陈旺权中医师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谈一谈中医对癌症的看法 陈医师您好 主持人 所有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陈医师 中医在对癌症治病因素的看法 跟西医有什么不同呢 是的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 最怕的就是说得到癌症 你刚才提到 就是说罹患癌症 大家都会痰癌色变 然后或是说听到罹患癌症 就非常的惊恐 那么为什么惊恐 最怕就是说生命有相当的一种很短的一个期限在 所以你刚刚说这个被诊断为是罹患癌症 就好像是被判死刑一样 这是有点严重了 严重就是说这个目前以现代的科技 或是说我们对中医的养生有独特的见解 应该还不至于马上被先判死刑这个情形 那当然 对 当然我们中医对这个癌症的辨别 或是这个看法 那当然早期跟西医没有非常的沟通 来往很多的西医就讲说 你如何去判断这个一个人是会得到这个癌症的情形 那当然有很多人不太能体认说 没有经过现代的医学 你如何去了解他 其实如果我们严格的把它探讨一下 是有相关联性的 比如说我经常提出 如果假设这个人有已经罹患一点点的这种症状 也就是说身体上有一些微样 不管你是感冒打喷嚏流鼻水等等 如果说或是说 你有一些的这个身体的痠痛症状出来的时候 你一定会去做一个相当的检查 没有的话你在以前我们古代的这个中医 他会根据你的脉相 根据你身体所出现的一些的特征 那就会去做相关的一种了解辨别 中医特别强调就是辨证的问题 那现代西医一定会讲说 那是你自己讲的话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结合现代医学 你一定罹患相关疾病 你会去做抽血的检查 那抽血的检查过程当中 也许你对以代表癌症的相关的指数 比如说我们几个肝癌来讲 肝癌它的这个胎儿这个白蛋白 它就有可能产生异常的现象 那或是其他像CA125 或是色物线PSA 它就会高的这个情形 这都在在说用现代的科学 已经在你血中测出你有这个罹患癌症的现象 你也在你的症状 也就是说在你身体上出现这些的症状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当大部分的医生 尤其中医师来讲这个时候就发现你身体已经有微样 这个时候要积极处理的方法 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如果在正常的现象的状况之下 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细胞的一个范围 那么细胞的这个发展 正常人他就一步一脚印 那么癌症他就不是这样 他就有可能一个就变四个 他就变十几个 他不会像我们正常细胞的分裂 一个就变两个两个就变四个这样正常的分裂 所以癌症细胞他会很快的 意思就是说等于我们现在社会的形态一样 如果说有一些的这个小罗罗或是不良分子 他就很容易成群结党在一起 那么就对我们身体就产生了障碍 那么当然就产生了这个身体的妨碍的这个正常功能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中医这个时候就及时提出要治疗的方针 跟调整你身体的一个方式 那么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不知道 尤其西医会讲说那你怎么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用现代的科学方法 知道你癌症的指数已经这个上升了 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处理 往往我们都会讲说这个我们稍微观察一下 等这个有些身体上 比如说用更进步的科技的方式 照X光然后照超音波 甚至于照这个电脑断层 或是现在的核磁共振才来确定 那这个时候往往就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 所以我一直强调中医要介入的时机 一定要在早期 早期 可是您说到这个早期 其实好像很多癌症患者 当他们觉得身体已经很不舒服 去看医生的时候 其实那个癌症都已经是到晚期了 那您怎么去让这个 就是有罹患癌症的人 能够及早发现他们的身体有问题 对所以我们在看网站 刚刚我挤了一个例子这样讲 那我们在对这个中医的看病的方式 跟西医 当然是西医一定要找到证据 他才给你相当的一种药物 中医就是会根据他的病情 所以中医他是讲一个 士气调火的大气论 也就是说你要顺着这个士剂 就是春生下长秋收冬长的这个情形 但你往往就是说 你在这个士剂的变化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出现某一些的疾病 那么中医的诊断的病理 比如说我想说风寒鼠湿灶火 这个就是中医讲的一种 相关可能治病的因素 你有可能因为风 就会产生感冒的这种情形 那你因为寒 所以你会胃寒 会打斗说 那灶就是口干舌灶 湿就是动不动 稍微天气变化 就是酸痛了等等 那火气太大 灶火火就是便秘了等等 那么我几个最简单的便秘久了 又有时候是痔瘡花座 然后慢慢就止肠癌的情形花座 所以风寒鼠湿灶火 这个就是中医辨证论治的一个 最主要基本的一个要件 那当然还有涉及到生物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这个我们一般的病毒啊 比如说像B型肝炎病毒的人到末期 有可能产生肝阴化这个肝癌的这个情形 是 您刚才说了 这是一些外部的因素 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那通常中医不是有强调说 内阴像是人的情绪啊 对癌症也会有影响吗 没有错 我们的这种喜怒忧失悲恐惊 这个对身体影响很大 根据我们所做的一些研究的报告 指出来说 您可能在得癌症之前 我们的调查 有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人 可能有情绪的波动起伏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要千万健康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在这个情绪上要控制 我们说自我调整 我们也经常讲出一句话 就是要善待自己 不要随随便便的触怒自己 让自己的心思啊 因为孤独 或是说 这个这个情绪的优异焦虑 都有可能产生你免疫系统的下降 哇你讲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要善待自己 不要让那些不好的情绪来影响我们是吗 对没有错 因为你你不好的情绪 它就会让免疫的系统下降 它就会干扰到我们本身 对于我们自己体内 如果就是癌细胞的这种认识 或是没有办法认识说 这是不是我体内所要的这种正常细胞 所以他也不会辨识他 也不会去消灭他 那当然就日记夜里 就在我们身体上产生这种疾病出来 也就是说看你他的移居 看你这样情绪的这个状况 在哪个地方出来 比如说我们经常容易花怒的人 那么他也就对肝脏就有很大的损伤 那么如果说这个心情非常不好的人 他可能就是说心脏的血管后面 又产生了更多的这种器官性的一种损伤 那就可能导致这一类的疾病比较多 所以是不同的情绪 其实会对人产生的不同 就是不同部位的影响 对对对对 看你哪一个部位最弱 他这个是找最弱的地方 他就会在这个地方 产生这种这个病变 所以就会比如说你女孩子 就这个子宫方面 如果说你情绪一不好 夜经就失调 那你可能就会有初学现象 那可能他就会侵袭子宫方面 那就变成子宫颈癌 子宫癌等等这样的 是 所以情绪 刚才程医师为大家谈到了 像是情绪 或者是外来的环境 比如说那个气候的影响 风火属失灶寒 这些对我们人体的影响 可是您觉得影响最大的 是情绪还是环境 我觉得当然这个两个都是要看这个当事人处于环境的 但是我是觉得唯一可以去做调整 就是情绪可以自己来做调控 所以我常常讲要善待自己 那如果说这环境 因为这实际于一种天后的变化 这不是我们非人所能掌控 所以在情绪这一部分 我刚才讲说 这个统计 这个情绪的影响会造成免疫下降 那么这一部分 我们多多的自己善待自己 自己调整自己 控制好你的情绪 情绪做好管理 那么就减少了几乎一半的这种罹患癌症的机率 所以说我们只要善待自己 其实会有减少一半罹患癌症的机会 那么中医在治疗癌症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 刚才陈医师为大家介绍了 对于癌症的致病因素呢 除了就是内因之外呢 还有外因 那么除此之外 中医对于治疗癌症又有哪些优势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陈医师 是 那当然啦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急步啦 比如说我们在饮食上啦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我们人不要穷得只剩下钱 穷得只剩下钱 你躺在那边 又是得癌症又没办法治疗 人家要喂你 也多辛苦 那你看着钱你会非常伤心的 别人在用 别人在用 所以穷得只剩下钱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我们要穷得只剩下健康 你有健康的身体 你当然就可以花到那个钱 或者你还嚼几亿也没有用 那所以我们常常讲 我常常强调一个观念 我们一定要 要千万健康 你千万健康 因为你要得两亿 就很简单嘛 你有健康的身体 就有记忆跟回忆 是这两亿喔 对对 所以人生到最后一定要有两亿一千万 两亿一千万 就是有了千万健康的身体 就是有了健康的身体 就会有记忆跟回忆 所以这叫两亿一千万 这有意思喔 是 那当然我们在这个 得癌症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人 我刚一直强调说 善待自己 善待自己 除了不会影响自己的话 也不会影响到别人 你的情绪可能有迁怒 与别人一万 当然饮食生活非常重要 有些人有偏食的习惯 尤其在台湾地区 有很多女孩子 现在一窝窝的 就想说减肥等等 那么这个减肥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有偏食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偏食容易致癌 那么偏食因为会导致 你的营养素不均衡 你的电解质 你的蛋白质等等 这些的矿物质通通会失衡 失衡就让你的免疫系统就下降 让你的抗病能力就不好 那抗病能力不好 就可能就罹患这个癌症的现象 所以说这个偏食是我们要特别讲究的地方 那再来我们很多人 不管你是得癌症或是没有得癌症 很多人就提到说防癌抗癌的这一类的方法 那就会主张你用生食 生食就是东西真的就是不要争过了煮过 原因是在哪个地方 吃生的你会觉得吃生的对身体好吗 我觉得说是因为要看哪些地区 比如说在美国地区 他对于这个生食的这一部分的检测 非常的严谨 那么当然就是要讲有机的这一类的 这个蔬菜那都很好 我现在讲的情景就是在正常状况之下 你检测都非常的标准之下 你生食是对身体是有帮助 原因是什么 因为生食它带有一种叫生物垫 那生物垫它就可以抑制癌症的发生 也可以抑制癌症的发展 那当然我们在饮食上 尤其中国人是非常重视这种美食 那以致就会烧烤炸 那就通通会用 还有辣的这种情形 我不是说这个不好 我是因为我们要适当的去摄取 不要过度的摄取 你知道我们在这个 像我们我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其实防癌抗癌 没有很多的这种 那个皮布 皮布 原因是什么 因为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比如说吃这个苹果啦 丝瓜啦 葫芦啦 这个都有这个有很好的这种作用 因为为什么 这个都可以抑制 因为它是含有这个叶利素 它是可以抑制癌症的发展 这些植物当中都含有什么 分 我们一般讲就是化学成分就分 还有一个叫做昆 恩昆链的昆 那这个昆它就可以让这个癌症的这个细胞 或是不良的物质在我们体液当中排出 不管你说从汗或是从这个小便 或是大号把它排除 那么分呢 分呢它就能抑制你细胞的这种发展 癌细胞的发展 促这个正常细胞的这种这个发展 那就可以达到这种 这个抑制癌症的这个主要作用 所以正常的生食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葫芦啦 丝瓜啦这类 它对我们身体确实是有很好的帮助 可是偏偏我们很多人 不喜欢吃这些这个食物 就以至于就容易得癌症 是 那这个食物你刚才提到的 像是丝瓜啦葫芦啦 这些生食吗 还是要煮上 不这个这个要熟食 我先讲说部分的 比如说木树芽啦 或是萝卜茵等等 这可以 如果只要不要有农药 产品没有重金属含量 那都可以用生食来 这个促进我们本身身体上的一种代谢 是 那我问个题外话 假如说是 比如说是肉类你主张生食吗 不行 不行 我现在讲到就是说 好 我们有分阶段 平常我们一直要重视 这营养的均衡 那均衡的时候我比较主张是 比如说不管你是猪肉 牛肉什么肉 都以这个瘦肉为主 然后要用蒸 用煮的 清烫的我觉得最好 蔬菜用清烫 然后肉也就把它这个 煮烫的这种方式 不要再经过 加各种的这种佐料 那这样对身体就有很大的帮助 是 还有一种我很好奇 就是说 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的癌症 是 那么怎么样呢 这最简单讲说 正气吸入了 也就是什么叫正气吸入 就身体抵抗力很差的人 比如说你有贫穴啦 或是其他的防卫精能都很差的人 容易为什么 因为他抵抗力不足 免疫系统的这个辨识能力下降 你的自然杀手细胞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你踢你身体内的踢细胞 就辅助的踢细胞 记忆的细胞不知道是敌人还是自己 就乱杀一通 那就会造成你身体就整个系统都乱掉 那身体的系统很多 包括血管的系统 以及消化系统 以及这个呼吸系统等等 那就看你哪个系统最弱 他就有可能在你的这个 这个最弱的地方 组织或是器官发生这个疾病 所以中医非常好 他讲一个正气 正气就是很好抵抗力 很好 正气唇内邪不可干 也就是说 正气你身体状况非常好的时候 就抵抗力非常好的时候 你就百毒不清 你所有的我们刚刚讲 风寒鼠塑噪 哪怕你是病毒 续菌或病炎菌 通通没有办法清洗你的身体 是 你刚才谈到正气很重要 那么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充满正气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 这个中医对于治疗癌症有哪些独特的特色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陈医师 是的 我想中医对于这个癌症的治疗 当然我们平常的做一些健康的检查等等 我想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 或是你平常要提高警戒 一有益状就要去做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想中医对治疗癌症 他的独特的见解 那是非常奇特的 意思 第一个 我们不会把我们的身体切割得太细微化 什么意思 切割太细微 切割的太细微就是太主观 在某一个这个脊部 器官 某一个器官或某一个脊部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 那个观观都有相连 五上六腑 跟上中下三交 以及跟我们的所有经络 都有很多的关系在 那所以说我们应该 在治疗癌症的过程当中 要用整体观的观念来治疗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假设你如果罹患是肝癌 但你不是只有针对肝癌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方式 只有肝癌这个细胞 看这个肿瘤 如何让它这个 把它消除掉 或是让它萎缩 可是往往在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癌症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它会影响到其他的脏腑 比如说这个肝肿瘤 它就可以影响到胆汁的分泌异常 那胆汁的分泌异常 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分泌 那么胆汁的排泄有异常 又就可能造成 黄胆性的这种肝病出来 甚至于如果说更恶化一点 它又可能导致了肾脏的衰竭 就变成又要做血液的透析 俗称的洗肾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中医一定要整体观 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整体观 说可能这个癌症 它可能会牵连哪些器官 甚至于比如说 它会用中医五行的方式 来做一个调整 就是金木水火土 有可能我们讲肝 它就会造成这个皮脏 就消化就不良 很多人呢 恶性肿瘤以后 肝的恶性肿瘤以后 它就吃不下饭 覆水等等 所以肝就是克土的 也就是木就克土的 所以这个要用整体观的观念 来做调整 那么把建立整个这个五脏六弗 还有这个时候经络 刚刚我们主持人的私下也讲到 一定要建立阴阳平衡 那么虚实一定要平衡的一种 也就是不能太虚也不能太实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平衡以后 那这个对这种癌症的治疗 就有很大的进步 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 中医的治疗方式比较特色 他是用症 症就是用症据的症 这个症就包括我们现在西医所讲 很多的症状 比如你头痛 喉咙痛 或是前身穿痛 那么中医他讲说 你就是属于手太阴肺症 肺就是属于这种 这个呼吸道的方面 他就把整个呼吸道 整个消化系统 整个这个血液 这个血管系统 他就把它整个就是这个规格化 也就是规律化 这个症你就要针对这整个系统去做调整 那你这个癌症的肿瘤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身体的抵抗力增强以后 你不是一味的用一种霸道的方式 就是说我非得把你这个癌症 把它完全的就扑灭 或者变成说这个缩小 有时候往往你这样一直霸道的方式 反而说不晓它 你从其他的地方的调节 让它阴阳平衡 培养 培止你本身的这种抵抗力出来以后 反而它这个肿瘤就缩小 换句话说 我们像我们身体上 能得到癌症 你就请外籍佣兵来帮我们 就吃药或是其他的方式 来帮你打仗 他不会很尽心尽力的 是啊 他好都坏的一起杀是吗 对啊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培养自己 培着自己的实力 然后来做这个调整 所以这个就是中医的特别观 就是用症 然后再来这个时候 比如说你一定会怀疑 很多民众会怀疑说 我到底有没有比较好 那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说 我们用了这个中医的独特的一种方式 然后你再做西医的一种检测 那你就知道 就知道到底中医有没有效 那么对于中医 对于这个癌症 他常用的一些药方有些什么呢 像我们桌上摆的这个 你可以为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吗 是 我想中医在治病 我刚刚特别提到整体观以外 那看这个人的体质 如果他偏向也非常的虚弱 虚弱的体质 他就必须要补气补血的方式 如果他偏向也正在发炎起 正在发作起 正在突飞猛进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一些清热解毒的药剂 那我们这边有几个药 我来做一个调解 来说明一下 比如说这个五倍值 就对于我们的胃肠功能比较差的 这样得了癌症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属于一种归为 对于妇科的相关的癌症 比如说子宫颈癌 或是这个子宫癌 等等都可以 那么这个财腐 财腐是对于我们的肝脏疾病方面 肝癌 还有是这个预期性的防胆的疾病 这个都有用 这个半肢联 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了 对抑制癌细胞的发展 那么它有清热解毒的一种作用 那这个就是档生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说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 就用这个档生 来调整你的身体补齐气 然后齐齐毒的这种情形 那这蒲公因 就一般通常都用在泌尿道 或是这个消化道的一种癌症 就蒲公因 可以就清热解毒的作用 这个叫液筋 那液筋就是我们很多人 就是胸闷 呼吸不畅 或是这个消化性的一种 溃疡 以及消化性的一种 这个癌症 包括肝癌 都可以用这个液筋 或是胆道癌 用这个液筋 那这个中间 这个我想大家非常熟悉 叫液蚁仁 液蚁仁 我想很多女孩子养颜美容 都必须用这个液蚁仁 那液式就是说 对于这个皮肤癌 或是说 这个我们的口腔 这个不良的这个恶性肿瘤 都可以用这液仁来做调整 那么这些都有各具有特色 那不是说我们把这一盘里面 所有药物 通通把它加在一起 就可以防止所有癌症 不是这样做 因为还是要依辨证论治的方式 来做处理 是 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 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了 中医对于癌症的看法 非常谢谢 也谢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再见